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戏之年的通透洒脱 这些经历被他演过的任何电影都要精彩 以至于如今70岁的他依旧是截然一身 隐居于加拿大的冰天雪地露 1952年 孙龙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了孤儿院门口 只迢迢地躺在摇篮里 他开始了没有归属的一生 无父无母 无名无姓 不知具体的生辰 那时候在香港收养孤儿可以得到补助金 出于这个目的 一位在香港漂泊的上海老太太收留了孙龙 羊母身无分文 脾气也很快 对孙龙并不好 一生的利息都发泄在了孙龙身上 日复一日子打骂 童年的孙龙没有吃过肉 餐餐都吃面团 能吃上酱油泡饭已经是奢侈 辱骂毒打饥饿 是孙龙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象 就这样 打骂成了家常便饭 以至于他身上总是亲一块子一块的 孙龙吃的都是残公圣饭 半个咸蛋 一碗酱油拌饭 对他来说都是奢侈 那时候周围还总有男人女人来到孙龙身边 给他带一点小礼物 然后让孙龙坐在他们腿上 女人通常只是抱抱他 但男人却一边抚摸着他 甚至摸索到了XX之上 没有父母的孙龙甚至喜欢被他们抱紧后 肩膀上的那点挤压感 来补给他那永远不足的安全感 孙龙没有意识到 他可能遭遇到了不良的侵犯 因为生存问题让他来不及多想 羊母已经几次三番的 想要把孙龙扔掉 这一次不是垃圾场而是车站 就在羊母扔下了孙龙 转身离去的时候 孙龙无助地延伸 让羊母良心发现 瞬间醒闻了 他又将孙龙带回了家 可惜好景没有维持多久 只因为孙龙长得愈发的俊强 十岁便被羊母卖给了细园子 女人和戏班主牵了生死器 学艺期间 任打任骂生死不亡 这对孙龙来说 无非是从一个火坑 跳进了另外一个火坑 每日都要被迫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牙腿 倒立 吊嗓 练气 练剑 因为无父无母 加上长相很西方 孙龙时常被戏虐的叫做野种 有一次 孙龙和他们撕打起来 寡不敌众 被围殴的头破血流 因为没有钱去看医生 孙龙只能找了一位裁缝 封了八针 暗无天日的话剧团 孙龙一呆就是十几年 终于熬到了血友所成 十八岁的孙龙 却再也不想留在香港 他做了一件 让大家大吃一惊的事情 先是一口拒绝了 邵氏为他提供的五生合约 却转身接受了一个 美国家庭的小额资助 独自前往美国 开始自己想要的人生 出到美国 拥有外国人面孔的他 却不会英文 他只能报成人英语学校 用字典学英文 为了交学费 他一边卖着冰镇薄荷酒 油饼和冰淇淋 一边在店里当服务员 还要兼顾学习 日子虽然并没有比以前好多少 但是对于孙龙来说 已经是相当满足 毕竟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尝到了自由的味道 第一次不用再担惊受怕 也是第一次 为自己 为未来而拼搏 在孙龙看来 这大概是有生以来 最快乐的时光 功夫不惑有心人 他终于考上了 美国戏剧艺术学院 24岁时 孙龙参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在金刚传奇重生 饰演一个厨师 不过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兴奋 接下来的八年 他几乎都在保龙套 演艺道路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那时的他和好莱坞的距离 明明那么近 却又那么远 但不管多难 孙龙经历的演员梦 始终没有破灭 即使混沌之中 只有一丝光亮 他也要紧紧地抓住 后来 我愿意白老汇的日文演员 严松信 被孙龙的才华深深地吸引 想死的人生经历 让他深知 孙龙走到这一步有多么的不容易 在严松信的引荐下 孙龙结识了华人编剧《黄哲龙》 三人相见恨晚 孙龙这才有了在百老汇表演的机会 凭着身后的金曲功底 加上之前学过舞蹈 他很快便在新等舞台上 占捕头奖 1980年 孙龙先是出演了黄哲龙 为他量身定制的舞台剧FOB 接着又凭借着自导自演的 百老汇舞台剧《铁路语舞蹈》 一举斩获了美国戏剧节 最高奖项奥比奖 也是首位拿下了此奖项的华人 1983年 孙龙又自编自导自养了舞台剧 影响和美女 知名度再次提升的同时 他也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 在百老汇积攒了一波人气 在舞台剧上风生水起的他 终于迎来了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1984年 电影《冰人4万年》开始筹拍 其他角色早已到位 唯独主演迟迟没有敲定 只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 是个毫无形象可言 没有一句台词的原始人 大部分演员都不愿意接 孙龙却毫不在意 事情时他没有一点包袱 撕心裂肺的演技爆发 之后他又不惜形象 为角色征重十多金 最终主演敲定了孙龙 在《灵台词》的演片里 全靠眼神和肢体语言 调达情绪 全靠慧容式的演技 让他得到了更多关注和导演的认可 也让他终于成功地进军了好兰物 第二年 他又在电影《龙年》里 饰演一个华人黑帮老大 虽然只是配角片中的他 却比主角还要亮眼 君米的五官难掩霸气 一出场就被他的气场所折服 正是凭借这个角色 《尊龙》红遍了欧洲 美国媒体评价他是 有史以来最帅的黑帮老大 并且提名金球角最佳男配 据说后来相关电影里 黑帮老大收着油头一身西装的造型 都是在致敬龙年里的 《尊龙版黑帮老大》 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 西方人意改对于东方人的刻板印象 是尊龙 让全世界领略到了东方美的独特魅力 从那之后 《尊龙》的片约 如同雪花一般分支塌来 他的演艺生涯 如同开挂一般走向巅峰 而真正让他迎来高光时刻的 还要从那部电影开始说起 1986年 正在筹拍末代皇帝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 贝鲁托奇 经过龙年导演的引荐 找到了尊龙 虽然面试过后 导演对他还是满意 但是他并不相信 主角能够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能确定 之后他又用了半年的时间 面试了几百名演员 据说梁朝伟 梁家辉 周润发等等 都是这其中之一 可是兜兜转转 孙龙依然是 贝托鲁奇心中的最佳人选 拍摄期间 剧组从欧洲的五个银行 贷款了2500万美金 光是群演就将近2万人 连陈凯歌都在跑龙套的大队之中 更令人诧异的是 这部电影是唯一一部 得到了官方大力支持 不仅对内容没有限制 还允许进入故宫实景拍摄的电影 后来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火爆全球 横扫奥斯卡九大奖项 孙龙更是凭着这部电影 提名金球奖最佳男主角 成为了美国电影史上 唯一一个两次斩获金球奖提名的 华裔演员 没错 这一次孙龙彻底的火了 不仅成为了好莱坞 炙手可热的巨星 他的盛世美颜 更是惊艳了全世界 再成为首位被美国人物杂志 评为最美50人的华裔男演员 连羊妞看到他也要饭花痴 片酬与代言费涨到了天价 还登上了《人物》杂志 孙龙还成为了劳力士 第一个华裔代言人 被选做《亚洲周草》 黄种人最被看不起的时代 孙龙凭借一己之力 征服了西方媒体被捧上了天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曾经孤独无助的孙龙 终于成功逆袭的时候 接下来的人生 必将是前途无量之时 谁能想到 曾经如此闪耀的他 前方等待他的 却只有不尽的落寞 彼时的他 坚定地要回国寻根 可他却也因此 走上了一条崎岖波折的路 导致事业以惊人的速度下滑 直至销声匿迹 多年好莱坞生涯 已经受够了那俗气的 商业环境的尊龙 一直想要演一部 真正的中国电影 不是像《末代皇帝》那般 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电影 于是当接到 霸王别姬的邀请时 他没有丝毫犹豫 因为片中成蝶一绝 和他本人的经历积极相似 为此 他拒绝了一部好莱坞电影 一部百老汇舞台剧 以及一个法国杠告 甚至错过了 让雅克·阿诺导演的情人 他自降片酬30万美金 连回中国 要穿那件 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都已经想好了 可如此一片赤诚的他 这些行为 却被有心人严重地扭曲 自降片酬成为了漫天要价 半夜给导演打电话探讨剧本 被视为精神有问题 自幼是孤儿的他 只是在合同里掐了一项 希望回国拍摄期间 带上自己收养的游浪狗 却被看作是耍大牌 再加上 媒体没有节操的解读 渲染负面新闻 铺天盖地 导致尊龙还没有回国 形象却在大众眼里 遗落千丈 可惜 本就不懂得弯弯绕绕的他 根本没有来得及 发现其中的蹊跷 就已经错失了良心 最终 成蝶一决定了张国荣 或许是为了 弥补成蝶一的遗憾 尊龙在同年 接了蝴蝶军的心 他在戏中 反串金句名诀宋玲 但是蝴蝶军 却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 更多的人 仍然找他演皇帝 演帅哥 但他不想重复 更没有看到好剧本 我作品不多 但是没有两部作品相同 不将就的尊龙 眨眼之间 就过了20年 2007年 拍完李连杰的游侠之后 55岁的尊龙 有点心灰意朗 于是退出了影滩 吸引之后的尊龙 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影区 他带着自己最喜欢的狗 去北美的森林里居住 丛林中 他邂逅了2000岁的古树 壮观的景象 让他一看就呆住了 前年的岁月弹指之间 他对着古树痛哭流涕 并且轻易地认了他们 做自己的祖父祖母 童年的惨痛经历 让他总将周围的事物 移行到自己身上 他一生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根 虽然曾经有一次尊龙生父的人 在媒体面前 露面求他见自己一面 甚至描述的 都和尊龙的过往经历一致 可不论媒体 如何铺天盖地的各种猜测 到了尊龙这儿 他只对媒体说了一句话 我无父无母 至此 尊龙的身世 只能永远地诚异 如今已经快70岁的他 仍然截然一身 无二无女 纵然曾经有很多女演员 想要和他结婚 放出了生了孩子 你可以不管我来管的条件 但是尊龙都是一一俱全 在末代皇帝中 试验皇后宛容的陈冲 曾经这样评价尊龙 天生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现在也的确如此 几金抛弃 一生漂泊孤苦无依 命运多舛 可怜的是 已经半截黄土埋脖子的人 仍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自己的根又在哪里 他是现实版的魅强彩 一生传奇充满了神秘色彩 但这背后的估计 又有几个人真正能懂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